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有数它是一个词啊 现在就是各国使馆那政治处 其实都是情报工作的 它不叫情报叫政治 可是你一看它那收集什么呢 哪有那么多国家机密让它搜集了 就是搜集各种信息 连包括各种报纸 民间的这种各种出版物 它都搜集就叫情报 那跟我干的事一样啊 我就是凤凰的特务 咱三人里面就是你咯 所以我就到处搜集情报 专门搜集身边人的情报 搜集到王老师的情报 最近我发现王老师到处在讲老子 老子的帮助 所以我这个尾随其后 王老师真的 我学老子也有心得 我想给你请教请教 就比如说我研究老子 第一我发现老子是中国最早的防疫专家 你看现在这个猪流感 这个甲型SHN1 你知道我研究了一下 各种各样的流感 乃至瘟疫的爆发 老子说这个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最好的防疫的方法 人家现在科学家都研究了 是从人类开始 大规模的人群聚居 咱们的这种流行病 才开始得以出现 而且我还发现 老子是这个最早的提出废除死刑的 你能写是哪 我给我给您念一句 看他说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若使民常畏死 而为其者 无得之而杀之赎取 就是要是这这这不说了 常有厮杀者杀 这厮杀者呀 大概就是说老天爷吧 就是管杀 管这个杀人像天地不仁吗 那么人人死就天管着吗 常有厮杀者杀 夫带厮杀者杀 是带大将拙 夫带大将拙者 稀有不伤其守者已 你说这是不是 你看他的意思就说 要一个人的一条命啊 这是老天爷管的事 但是你要是带气这个厮杀者 真正管的生命的这个人 你去杀人 你就是带奸杀人 那么带大将 就带奸去杀人的人 很少有不伤你自己的手 受阻的 你说我就算不算他最早机构 死刑的讨论 你这一段啊 也有另外解释 另外解释的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这个君王啊 不要轻易的去杀人 杀人呢 让专门机构去干 是不是 或者是专门的司法机构 或者是专门的出奸机构 出奸 这个呢 因为现在反正老子 你也无法对证了 但是你讲的他的这些观点呢 都挺有意思 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老子当然那时候啊 他不可能对这个假形什么 流感有什么预见 但是老子的他有些说法啊 他在客观上啊 有一种那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批判主义的味儿 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文化发展 生产发展 社会发展 完全看成正面的东西 有些东西不发展还挺好 是不是 你像你就是你就是过原始的生活 过朴素的生活 虽有舟车之力 但是我不用 虽有石柏之气 你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但是我不用 我就用手 我就是过手工业和农业的自然经济的生活 这样的话咱们什么矛盾也没有 他这个话呢 客观上是做不到 在某种意义上啊 跟现代的那个批判全球化 一开什么G8呀 什么G什么 几个会议啊 高层会议啊 不就有那个 就有抗议的吗 他在客观上 他有点讨论 就是说这个 文化发展 准有那么好吗 生产发展 说不贵难得之货 有那么多珍惜商品 高级商品 挥霍商品 有什么好处 他又反对人发展自己的欲望 又反对你用机器 他有这一面 你要说从这一面来说 那当然 那现在我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我每天看这个电视 包括看咱富翁台 我都有想法 我说今天从美国又回来一个流感 明天又从加拿大回来一个 是吧 后天又从墨西哥来一个 说咱们要是不改革开放 咱们是没有 是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不改革开放 您还是一恩一流感没有了 但是您的落后 您的封闭 是吧 您的这个 可能那个后果呀 比那个流感还厉害 这是基本的一个主题 可能是在各个文明里都有这么一派 对 从就像老子当年 他对应的可能就是像儒家就是入室的 就是要军行舰 什么 我们就天行舰 君子自强互习 就一定要怎么样 而且一定要跟这个社会要发生关系 你不能说就是老子不像 他都是人际关系嘛 对吧 而且呢 我觉得这样 就是现在这反潜传话一拿回来用 咱们中国可能用老子 比如别的地方 我就听了这个 就用甘利 比如说甘利 他又是一种 甘利特别好 对 特别好用 他有很多格言式的 也跟老子似的 说的非常的简明 而且都对上号了 其实他这个东西在元起的时候 可能有他印度历史的那时候 他有他的对应的 其实到后来他也没赢嘛 不是尼赫鲁 他被暗杀以后 还是尼赫鲁走了这一条路 到现在发展经济 但是这个东西 一说发展经济总有的问题 总要需要另外一个声音来跟他来来制衡一下 或者来调解一下 但是这个连西方人都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听您讲这个 我就觉得好像这一大大概一般人不太关心这个问题 就终极问题 就最后的终极 就是说你们老这么发展发展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记得英国有个大脑袋 就是很聪明的叫罗素 他不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 然后回去之后 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书 他就说 他的原话我记不清楚 他意思就是中国人是有很多缺点 他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 就是正够了差不多 他就悠闲 他就过日子 他说如果我们西方不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去跟他们争强 那么我也想不出他们这样有什么不好 对吗 就好像说没有汽车开 如果全世界都没有汽车开 那么有什么不好 他你看 他是针对西方的那种 你让发展科技 往前原子弹都造出来了 你这最后 你比如说你要方便 你方便到最后你要怎么着呢 就难得之祸 叫什么刑访 是吧 难得之祸 使人刑访 使人刑访 其实一说就是说东西太多 刑访是吗 不是不是 就是使你的行为脱离了正 脱离了正规 脱离了规范 妨碍的妨 妨碍的妨 反正就是说他的意思到现在都能对号入座 但是实际上呢 不可能 就在当时也不可能 现在也不可能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比如您说这个 您没完没了的发展 您最后您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回答的上来 还有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 科技的极其迅猛的发展 给人带来的准时幸福吗 幸福指数和科技发展都成正比吗 那为什么布丹他最幸福 对最近公布一个是布丹调查 幸福指数 他们不叫GDP 他们叫什么 反正就是他那个字母是幸福指数 咱们不都是那个 然后他是最高 index of happiness index of happiness 可是他这最高以后呢 实际上呢 他又以这个也变成了一种广告 广告 来做吸引别的人到他这旅游 我们是幸福 我们保护环境啊 青山绿水怎么怎么样 他其实他就连就是这么一个讲究 幸福指数的国家 他也不能其实自外于这种需要钱 需要游客 需要一定的商业活动 来使得他这个幸福不是一个就是穷的 他还发电呢 因为他水利资源多 他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呢 来自他的发了电以后 把这店卖给印度 不单啊 不单 这么点小国 我们在这谈过不单呢 我说过就是他那个地方幸福指数很高 在山里头 而且他的那个国王有四个妻子 这四个皇后都是亲姐妹 所以这个他那个国家幸福指数特别高 那地方连狗都不咬人 狗都是文明的 你踩着他的尾巴以后 他稍稍的出一声 连怪声都没有 他这么幸福的国家 但是这些话你再说 你阻挡不住全世界的绝大多数成为主流的这种发展科技啊 全球化啊 做贸易啊 追求这个新产品呢 你挡不住 你说的 但是我非常赞成有一批学者 在那给大家泼点冷水 说你别死这败烈的这个GDP GDP 撤着火 撤着火 所以我说 我讲老子呢 也有这个目的在里头 我说咱们在这个急剧发展的时候呢 也吃着 喝点王老鸡 凉茶 你说老子也说过 说你甭死一败烈的发展 你自个儿高高净净 你自个儿日子过得很好 无为而无不为 你那个领导人啊 大人物啊 你干活干的越少 这个大家都自自然然的发展越好 当然这也是物财 照老子的这个 人家现在都有网友演绎了嘛 就是老子的这个哲学就说你别那么牛啊 叫这个强者不得好死 弱者呢 不得好活 明人过不了自己的日子 平民过不了别人的生活 他叫物壮则老 物壮则老 就是你太壮了 你太强了 说明你开始老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台杠的话 我在那个BTV上我也讲过 我说物壮则老 这是确实 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太牛 反过来说物弱 没准老得更快啊 您从小就弱 是不是啊 儿童时期您缺钙 是不是啊 这个青年时期您缺蛋白 老年时期您缺维他命 你不老得更快了 所以这都是有一个动物 物弱而亡 物壮则老 物弱而亡 要与其物弱而亡 还不如我壮完了再亡呢 是不是 你先撞一撞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说这个幸福指数啊 我看是 你知道你比如像我们做传媒工作的 你都有时候一种感觉啊 有时候你想下来 你绑在这辆车上啊 你真想下来 可是你下不来了 你你明白就我我举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西方也有个什么就搞精神的 搞人生的那么一个人叫 克瑞士纳穆吉 这么一个人 他曾经讲过一个道理 道也不悬 他说这个人类现在发展科学 发展科技 已经发展到了这么一种程度 就是说 你为了维持你现在的生活 比如说有空调 有出水马桶 有电脑 有汽车 你为了维持你这个生活啊 你已经是忙到每天八小时都不够了 他说你比如说你看一个动物 一个狮子 每天用于这个生存的时间 大概他两小时打打练 其他时间就睡了 你包括像我原来去马尔代夫 我也有这感觉 那当地的这个土人 你就发现呢 他早上起来爬到树上摘个香蕉吃了 那是玩跳舞 玩一上午 中午呢 再挖个什么东西吃了 就是他用于真的他生存的这个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在玩 是吧 可是现在呢 我就发现为了支付我的生活呀 已经 因为你要支付的生活 不是吃两根香蕉 这个欲望已经被刺激到了 你要各种各样的指数物质 你才能觉得你活得像个人 不是光是吃饱了 回家一睡 看看太阳什么 看看月 所以这个质量已经不一样了 之后 它这个压力是跟这个质量成正比了 到了这个地步 确实 幸福指数的问题 谁也说不清楚 比如像您说的这种情况 因为我也深有这个体会 就是说一个人为生存而忙碌 可能是一种不幸 一个人不需要为生存而忙碌 可能是更大的不幸 他连生存都不用操心 您说他一天除了吸毒 他还能干人吗 相反的 他如果为生存 他可以干文学艺术 是啊 他为生存而操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生活的内容 有一种充实性 这种为生存而操心 就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一种设想 说到了共产主义 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 而是乐生的要素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讨论 到了共产主义以后 怎么成为乐生的要素 但是现在我说实话问一问 你现在很疲劳很忙碌 包括剑英跟我也很忙碌 也常常感到疲劳 把这些忙碌咱们全给他去掉 你就快乐了 不错呀 没想象了 那你辞职吧 谁给我钱了 我给你 天天很好 你辞职 你辞职 我就按那个低保标准 我给你 低保 当然了 你生存嘛 你生存嘛 但是贪欲太盛了呀 就在这 我过过这种日子 就是说 其实并不愁失穿 但是一度就没有多少事 没多少事 因为我生了小孩以后 有一段时间 我就坐在家里了 但是这一段时间 我要说 除了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之外 是有很多时间 我很茫然 我是觉得这个 是挺悠闲 是可以看的 快说啊 写小说啊 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 这个很简单 比如我现在75岁 75岁太小的时候去掉 因为我的功龄从14岁就开始算了 那就说我已经61年了 61加14是75吧 我以为咱们枪枪的 我都不识数了 这61年里头 我生存成了问题 情况很少 有时候粮票不够 那有过这种经验 三年三海 当然 但是我生存并没有成问题 恰恰是有很多时间 不可以做什么事 不宜做什么事 或者不允许做什么事 那应该说是其实是最痛苦的 相反是有很多事可做的时候 你说人家为什么他有这种心理呢 他是比较高兴的 他愿意做事 所以说 说是我们不用为生存操心了 我们也不用为职业来干什么了 那我看不见得 他闻到没经过这个 看来就是这个 这个闲的 这就又说回到老子了 他不是无为 但是后边还有一句 无不为 我上次是看这个 这个阿诚老师 他写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意思 他说这个无 无为啊 一般人就侧重于看老子这个无为 实际上说 你要 他指的是啊 你要认识规律 认识到规律以后啊 无所不为 这也是一种解释 但是我的解释呢 老子无为 老子他整个来说 他主要还是针对统治者 针对当时的诸侯 君王 君王当时也是侯王 还有这个他所谓圣人 圣人也就是大人物 或者是至少是士 士人 针对这些人 说你们行政的时候啊 你们不要做的事 太多 妨碍了让老百姓自己各安其夜 各做其事 他这个话呀 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嘛 他说他认为行政啊 有四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 这第一等的 太上 知其有知 就是老百姓知道 说我这有个政权 但是咱们互互相饶 政权您该干什么 我这该种地的种地 该做豆腐的我做豆腐 该养小鸡的养小鸡 这是太上了 其次二等 亲而愈之 我很拥护这政权 而且我正敬歌颂的 咱们看亲而愈之是最好 他说不 亲而愈之是二等 还不错 但是二等 为什么二等呢 因为亲而愈之 起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亲而愈之呢 有可能有假欲的 就为了拍马屁的 就像您这个 他不是真心去亲而愈之 弄不好 这有虚假 第二 你太亲而愈之了 他期望值太高 什么事都等着 就是你肚子疼 也期望有领导关心 是不是 您这个 跟这个 性伴侣 要分手 也希望领导介入 你这个东西 领导他介 管不了那么多 清关难断 家务事 现在的话 就是第一等的是小政府 第二等的是大政府 大政府就受欢迎 特别有教育的 然后他还有第三等 第三等他说的很好 再其次未知 就是你怕他 最后老子说的很实话 这专制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你也得有点怕 说你开车 一看那有交通警 你那超速 你赶紧把速度降下来 你不想想来 他收你本 是不是 你心里服不服 你也得怕他 你不怕他 他不怕管理 然后他说最后的 最坏的是什么 其次 五支 互相侮辱 是不是 你管人的人 你不尊重老百姓 老百姓他反过来 他也不尊重你的管理权 那就不是和谐社会了 不是他们在 在麻烦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您讲这治国 我就想起 他说是大国 若碰小仙 就像翻小鱼一样 你不能老搅和他 这我就想起 咱们对胡锦涛哥 不是讲这个 别折腾 少折腾 不折腾 这就是得了老子营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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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大国 老龚小仙 起码他这精神状态 你听着 你觉得 他挺绝 是不是 治大国这关是 若被碰 法国曾经有一个宗理到中国来 当然是前宗理了 好像就是德斯坦 他就说 说是 说是中国 那时候还没说十三亿 那时候说十亿 十二亿 说法国是六千万 也不是七千万人口 说这七千万人口 折腾的我们这些政治家 就没有 就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说我一想 说我一想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我的天哪 这真是 这是法国总理说的 所以就是 从法国总理的观点来看 治大国若小鱼被碰 德斯坦就是那小鱼 法国小鱼被碰 但是老子他给你来一条 若碰小心 你就把这事不要砍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你自己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心态 这个咱们具体解释 是不是先听去